说第二件新闻 较为影响深远 本来这件事我昨天提过 我不太喜欢讨论太多 没了到的东西我是很厉害说的 尤其是说法律我是很不同的 是不是 比如梁振英那件事 我那时候的立场跟别人都不同 我认为应该拿去法庭等法官放他 那就完结了 但是他们面子问题死都不肯 所以现在还被人说UGL 技术上我认为告不了 即告不入 但是你说既然你是特首 你开心 当然要从严处理 是不是 那就应该什么 阿超这件事从严没有呢 其实他没有机会从严 因为他是自己申报 自己认衰 自己认衰的时候就辞交了 他就入昨天的事 星期二的事 日品高党要求免除相关刑法 即是自己报案了 日品庄上辅长香港冰冰李教练 冰冰女主理教练和李静等人 应该是三个人 李静 林志远 立法会议员 方力申 这三个人都是亲中的 你说他会不会不支持呢 不签嘛 坐牢吧 我想就不可能了 所以我不兴奋 如果我可以弄到他坐牢 我当然会兴奋一点 但是这些事我知道是做样子的 而且他这个做法是符合法律的 申请困练 前联署 我相信他说的 他是准的 他的判断准的 查试我 其他那些不要听 其他那些自己说的 但是他指候选人和他的团队在竞选期间 留步为常有发生 这个就是事实 就是你多如牛毛的嘛 这些规条的东西 那有时候 或者有时候嘴嘴拨 中间有个大分别的 诈不知拨大帽 那你是有意的 有意的就是罪 就是罪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犯法 故意 那在刑事罪里面 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我没有兴趣呢 刑事罪未练 控方要证明 李嘉昭 他是知道 还有他有意的 那你才构成刑事的罪 大家记住这件事 所以不要只是愣高兴 愣兴奋 当是法律知识 那个人是自由 有犯罪的意图 你看到 什么都说 犯罪意图 湯家驊有没有犯国安法 看意图 因为你没有意图就没有 没有意图就没有了 没有意图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那你如果看他做这个选举 当然你也可以说你做了这么久 公务员 你没理由不知道 无论他这条例他就不会不知道 但是你说选举这些细则呢 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因为不会他做的嘛 他不会做这么多事情 他都交给下面 所以我得出他的结论 昨天也初步这样做 我得出那个观察 很危险就是他被人善 他被人善 不是这一次危险 25年后 五年里面 未有两年都会被人善 时时被人善 这个影响他也影响整个香港的利益 当然 善也要禁点 提醒所有AO党的人 AO党同仁 只要我们善低了 很多人很开心啊 阿超 善低了 很多人很开心 你要知道这件事 大家夹手夹脚 善低他 如果李克强来就换了他 一年后阿超就可能 唉 所以 是吧 福是和所福 是吧 你猜不到 到他没得做特首 还要追究他这件事 坐回六个月 是吧 不是 六个月 最多六个月 我的理解就没有法律 在法律上他没有意图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知不知道是事实的问题 他真的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 就不是他应该知道 是吧 很多东西我应该知道 但我整天都不知道 或者我应该知道 很多字写错 那些写错 我会写错字 记错人的名字 这个没解 但不是我特地 特地另计 你猜到我特地 另一回事 如果真的不知道 那谁要证明呢 原来控方要证明的 控方是不是个个几个人呢 以前是的 就是民主派那些 应该已经证明到他们有意图 是特地的 在环境证明到 我觉得这个环境 阿超根本就是不知道的人 他也不懂 也都客观上看 他没有找这个好处的需要 完全没有 因为根本他一定当选 所以他不需要欺骗李静 不用欺骗林志愿和艾仁方力生 欺骗他们支持 而他们也给回 赌交支持 这些叫做Covering Approval 在法律里面 那件事就应该当完的了 但是根据联署查识我指 除了他说竞选期间 留报时有发生并不暗间之外 他自私法庭如果拒绝 如果法庭说我不就你 算了 那我现在不妨 行不行 大家很快就知道 那法庭合庭合理就会给他 当然很多人说 喂 为什么你不豁免那些民主派 见不见过的情况都不同 那这些要公道一点 我们专业一点 这些问题专业一点 是不是 那如果法庭拒绝呢 那廉署又介入 那很大机会起诉 而且起诉机会也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的 因为这些法例呢 就是另一种 如果你是疏忽 就是民事的 大多数情况 极少数是刑事 刑事疏忽是很严重的情况 才可以告刑事疏忽 一般情况 这些是一般情况 疏忽 疏忽就不会告到刑事 但是有一类犯罪呢 特别是一些规管性的犯罪 这些是的 因为他只是几个罚款五千 最高监管六个月 这些是很小的罪 监禁条款基本上是保险的 这些情况告入机会很容易的 我只要问你 你是不是拿了别人的 是不是拿了别人的名字 你是不是没有先问过人 是啊 因为我 不用了 不用了 因为这个就是绝对责任 刑事罪里面有些叫绝对责任 strict liability 的罪 通常就是这些 教委好像充红灯 如果你是充红灯 那是罚款 你说我不知道啊 我什么 没用的 因为他是绝对责任 免得不用证明你有mine 就是有犯罪意图 一般刑事 但是那些轻微的刑事 是可以不用有犯罪意图的 是不是 大家趁这个机会 知道多一些法律常识的东西 如果他的情况 多数是他 他是当他轻微的刑事长 罚他五千 当然他又去坐 几个礼拜都是好事 大家开心 但是除非他是政治失势 我们看到有几宗 有几宗 民主派那些被人告过 这几个 几个 一个四个半月有多严重 他表演 扮免费 这些是拐选 严重很多 他不是漏报之要 赵宝琴没有在限期间交选举申请书 三个星期 这个就要看他究竟是否故意 是不是故意 要证明到他故意 因为他如果你是 他是区议员 他应该是会比较清楚的 就是有B匮 就算他是初次选 当然了 阿超 经常说他应该懂的 我们都明白他是真的不懂的 他是做警察一世 警察也认识其他事他也是 监缺上认识 陈宇明都判监四个月 没有在限期间提交选举申请书 那他两个有没有自己报案 说需要了 向法庭申请豁免呢 那所谓是超保妃呢 都算了 开始被人犯就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被人犯了 但是后来的法律意见是正常的 所以他立刻自己去申报 自己申报呢 那就算了 那可能呢 豁免就没有了 就不告了 豁免就不告了 所以就不用预认他会告都可以 那你可以网个官 帮着他 那我就觉得世界这么多东西 哎 大家都轻轻放过 有时候小事大家不要那么烦 那当然了 双重标准当然了 谁叫你是在野党 民主派又说 所以不要那么小学鸡 自己做到滴水不漏 威他定威 那就算了 是 真的烦到你 有根有据 那也都 也都不能碰 对不对 最弊是屈你 那不是屈你 就 搞数算数 然后再来过 对不对 所以不要 不要小学鸡 不思维 但是这里反映了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我最高兴 就是他这件事很明显 就不是他自己拿主意 而是有人特意善的 他所谓竞选团队 你看到不伐精英 就算是没有 总会找一两个选举事务式的人 要的 你做个议员助理都知道 议员助理都知道 我也知道 怎么不知道 你拿人的名字 首先有没有问过人 因为有人问过我 黄岸妍我想用你的名字 我还是信报作交 那我真的要签名给他 先 03年 03年那次区议会选举 是啊 你猜谁给我信我 叫我支持 刘慧卿 当时是前线主席 问我 哪个好像是刘山青 几个名字 我想用你的名字 勉弊 我看到吧 答是作为结果 对 做出工作 反而小区议员 去做情况 做过政党那些 助理就知道这些东西 αν超人 没有 就当然是向他下面做 甚至有些宣传品什么什么什么 VNAS那些都是在下面搞出来的 那你又看到下面的人为什么帮他做事呢 喜欢他呀 朋友呀 我想是中联版安排的 叫你不做呀 跟他配置人手嘛 现在也是的 配了三支十几局给他 是不是 个个都是中联版港澳版 那些人是否真心 不是你的兄弟 不是你的兄弟 阿超 听着 那些不是你兄弟 那些是中联版的人 那些人要报恩都报在中联版那边 为国家看着你 当然为国家帮你做事 也是看着你 稍有不是 故知人会打你小报告 你都打人很多 我想 好了 将来你就避不开 面对那几百个AO 表面 老板你说的 好东西 超生好东西 就是表面 就是你听我讲 就跟叔叔一些 你现在上网还找得回的 八十年代有一套片 在那里的集中 叫做Yes Minister 英国的 字的首相 那套东西很过瘾的 但是英文很快 说得很乡那么重 你看看有没有找到一些 有中文翻译的字幕给你呢 那套东西就很过瘾的 其实看到所有那些AO 政务官表面帮你 但是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就善你了 而善你呢 善到你眼都光迷 可以这样的 根本上所有政府背后 都有一个隐藏政府的 叫做Deep State 大陆里面有没有呢 应该都有了 现在有形容了 就是一些有势力的人 其实他真是说了事的 如果你问我大陆里面哪些 共产党说了事 共产党里面 那个Deep State 就是你习近平是在宪制上 打了一切权 诸如此类 他还很霸道 还抢了很多人家的东西 不集体负责 他自己一个说了事 好 表面是 但是背后 你做任何一个政令下去 都是假的你的名义 那些人会不会反过来做呢 然后送给你 那些人会反过他这样做呢 那就是Deep State 如果你问国内的Deep State 应该是退休的人 再迟些 就是退休的老人 以前的Deep State 邓小平时代就是那些 所谓开国元老 那些革命打江山那些 那些没权在手 但是他有影响力 因为他就会变成像一个制衡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面 制衡了老毛也制衡了一点 后来制衡了 邓小平 陈文 那个陈文 诸如此类 但是现在发展下来 江泽民那些他没有权的 但是他都可能变成Deep State 那些退休那些 小龙基那些 他还有他们的利益阶层 研究政治他都要研究 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 就是隐藏政府出现了 就是表面 美国大家都知道 大商家 华尔街的人 美国军科 是吧 国会议员 这些全部分享了 总统的权力 总统有什么行差 立错很大件事 所以Deep State 不要总统往往都可以换去 表面是这样 特朗普也是这样 因为他不是这个政圈里面的人 你明白了 阿超一样好像特朗普那样 他没有那么厉害 特朗普很厉害 这个人是因为上面看得起来的 我问你那四百个人 那四百个人怎么会 那四百个人怎么会 怎么会顺利你的领部呢 如果他善你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问我怎么办 我教不了你这件事 真的不好意思 一年前你找我补处 补处一年可能好些 现在太晚了 你明天下个礼拜 两个礼拜又要上班了 那你就要摘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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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今天这件事呢 怎么计算呢 炒两天呢 就是没有了 炒不下去了 基本上法律上 没有案子 没有案子 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就没有兴趣 是吧 每次都要告他 都要告他 告他那些很小学生 我不喜欢 但问题是这件事 这件事是小事 我做个豁免的 算了 但是以后怎么办 你看到 这些只不过是帮你做选举工作的人 都善你 都有人善你 因为没有的 到时如果要告你 假承你的名义 假承他的名义 全部都不是他做 就算你没有man's wear 你没有犯罪意图 我完全也不需要 是的 我官接受 但是这件事是 好像你的食物不干净 罚款五千 限聚令 我没有意义 我不知道 不啊 跟官说 罚款五千 供五千元就给价 都可以 要不需要坐下两个礼拜呢 他做了特首 有特权的嘛 特首期间 就豁免的嘛 所以他一定不会的 做完特首 他坐不坐 好不像曾荫权那样 羞辱他一回 看他会不会背叛共产党 是吧 有没有对共产党不忠 是吧 曾荫权不忠在哪里呢 自己孩儿都要保押唐英年 共产党就喜欢 就是梁振英的嘛 那你就是要搞事 又要抹黑 就是爆黑材料 干预中央选特首的权 这个就是谋犯 我那时候说了 不过没人听 那时候我评论了 唉 不高兴的嘛 我说这些人 但是我说这些 我又不是为了谁 我又不是为了梁振英 提醒你 小心啊 这些事情可大可小 没人听我说 很高兴的去斗争梁振英 结果就算是两败俱伤 现在的结局是怎样 都没什么好日子 好 完了好吗 完了好吗